你好 欢迎收看6月1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肖佳慧 首先带你来关心 花莲县终结了连五天的零确诊 今天一口气新增7例 50多岁的水泥工 5月17号从桃园观音工地返回花莲后 当天就出现了不舒服的症状 拖了三周之后出现呼吸困难才送急诊 6月8号确诊后随即插管 但是病况并不乐观 已经传染给6名家人 连同岳父等两个家庭 民共7人染疫 年纪最大的81岁 最小的才18岁 花莲县络衛生局局长推展还表示 50多岁水泥工 上个月15号到17号到桃园观音工作 同工班有人染疫 后续却未接到相关单位通报隔离 17号返乡花莲的时候就出现咳嗽症状 隔日去到新城乡仁爱入工地工作 期间曾多次前往诊所就医单位好转 因为是抽烟或是感冒导致 直到8号咳嗽到无法呼吸 被太太儿子送往门楼急诊 裁检才确诊 当时的健康状况坑忧 直接插管治疗 自己人在此际医院活动当中 另外同出的太太儿子也一起裁检 确诊之后 阴暗因为太太回娘家 照顾世界的父亲 父亲匡列裁检确诊 协助照顾父亲的妹妹也染疫 妹妹的媳妇同样也在9号确诊 老大人 那他本身有很多慢性疾病 包括高血压 包括慢性肺阻塞 那他本身也是失智 那平常也是需要一些 制氧机来供应他的氧气 所以身体状况不是那么好 那因为身体状况不好 那他有三个女儿 一个儿子 那女儿们都很孝顺 所以呢 这个二女儿三女儿都会回去 去看他的爸爸 而二女儿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12138的这个确诊个案 那因此呢 他会回去陪他爸爸 照顾他爸爸 那因此使他爸爸也被 这个确诊 就他女儿描述 好像在6月4号的时候 好像声音有点沙哑 那其他都没有特别的相关症状 那他爸爸因为他的女儿 女婿都确诊 因此呢 我们就匡列他的爸爸 就是这80多岁的老大人 匡列他为一个所谓接触者 因此去给他做这个核酸检验 那PCR在昨天 昨天被确诊阳性 CT值是30.8 他的儿子 也会去协助照顾他的父亲 那儿子跟父亲 在互动 那媳妇跟孙子 也会同样的去看爷爷 所以呢 那在媳妇孙子跟爷爷 互相互动的结果 那我们一样的去匡列 媳妇跟孙子跟儿子 然后去做快筛 做PCR 那就发现到媳妇跟孙子 一样的 他的核酸检验是阳性 华林县目前确诊累计45人 居家隔离46人 2503人接受快筛 22人阳性 4人确诊 庄则病床处127床 使用32床 环境旅馆255房 使用38房 寒送裁减累计468件 贾迅雪累计裁 6件11人 记得继续观世报道